好,大家好,又是我Coach灰 今天我們收到HyperWise最新的一支按摩槍 HyperWarpus 現在你都會在看NBA Payoff的時候 你都會見到在比賽期間 很多球員都會用這支按摩槍做按摩 今次HyperWarpus按摩槍和平時的按摩槍有什麼分別呢? 因為其實在兩年前 我已經買了HyperWise第一代按摩槍HyperWarpus 現在這支就是HyperWarpus 究竟這支和這支有什麼分別呢? 要不要再買一支新的呢? 我們今天就來看看 貶口 K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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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今次這支Hyperwork Plus的按摩窗和以往的按摩窗有什麼分別呢 這支Hyperwork Plus很強調的按摩窗的穿透力 即是按摩窗打出來的力量可否穿透到肌肉的深層或筋膜的深層 所以這支Hyperwork Plus和這一代其實速度上會有很大的分別 的確會快了 但力量方面會強很多 首先講了Hyperwork Plus這支有什麼分別呢 首先第一件事會有藍芽 藍芽可以連絡電話上的APP 我們稍後也會試一下 按摩窗會很寧靜 之前這一代我都覺得很寧靜 尤其當我現在女兒睡覺的時候 我們打完球回來 通常你們打完球回到家都是11點12點後 家人睡覺的時候 這支窗會是寧靜的 當我們按在第一段的聲音 大家可以聽一下 第一段 第二段 第三段 甚至現在我女兒睡覺了 所以今天說話很小聲 我都可以直接在這裡按摩 而且這次按摩窗的力度比上一代強很多 這次Hyperwork有一個很好的新設計 就是你會看到中間會有三盞白色指示燈 這三盞白色指示燈就是當你很用力按下去肌肉的時候 它就會detect到你的力量 從而它就會著了一盞燈 其實一盞燈你可以繼續的 即是在肌肉上面加壓令到你的穿透力更強 但是當你去到第二第三盞燈的時候 它會告訴你 你太大力了 你的壓力太大 你有機會傷到你的肌肉和筋膀 也是這支槍燒摩打的時候 因為其實上一代我都有一些學生用完之後 那支槍燒了 那支槍燒了的原因就是 有很多人用按摩槍 用久了的時候 感覺麻木了 越來越大力 這三盞指示燈 亦都可以保護這支槍 和保護你的肌肉 這支槍也是一個很好的新功能 它就會有藍牙 可以拿回你的智能電話上面 你可以下載HyperRise的APP 我登記了的時候 它就會問你平時會做什麼 你會做什麼運動 我會選擇了Basketball 它還會拿起你本身的數據 例如我用Apple 它會拿到我Apple Watch的資料 所以我運動的資料它都會拿到 從而它會推介一些舒緩的program 給你用的 例如你哪裡痛 那你就可以按那一處的地方 例如我今次試試看 手臂和肩膀 建議你有什麼program 要做的 那total這裡是6分鐘 要你需要用不同的頭 那好像現在我們先要換了 那這裡裡面會有三部分 例如第一個程序 它會見到要用這個叉頭 第二個程序它會用這個平頭 而第三個就會用球型的頭 開始按start 然後你會見到 它可以scan for device 可以選擇你的槍 然後它就開始連接你的槍 好了 然後它就會自動開始 你的槍那裡 你不需要按任何按鈕 它會完全auto的控制你的槍 好 然後你就跟著它這個程序 例如它是用手的 我就跟著在手上按摩 那它快慢 它都會調節好的 其實你只要這樣看著你的電話 跟著它 你就可以按摩到整隻手 那我跟著它 剛剛我都玩過 然後突然間中段 它就會加快的 其實這類型的程序都不錯 因為我們平時按摩的時候 可能的姿勢都沒有 未必是一個物理治療師 你不會那麼熟悉每一塊肌肉 它會教你怎樣做 例如 臀部肌肉要怎樣按摩 下背 腰痛的時候你要怎樣按摩 因為它會配合一些姿勢 去用這一支槍的 而且全部都是自己一個人做得到 有時候我們未必只是買硬件 我們軟件都很重要 而且這次這個是第三級的力量 我覺得已經是很大力 但是又不是真的很吵 它不是單一個速度 不是說我們全程用最大力 就等於放鬆 我現在剛剛結束了一個程序 然後有第二個開始 其實這次介紹一支槍 的物理治療師也有說 我們一般放鬆肌肉 是用最慢的速度去放鬆肌肉 它反而效果是最好的 反過來 你說最快的速度是用來做什麼呢 我們去比賽 我們就要調到最快的速度 將肌肉馬上整熱它 幫它熱身 打到它變成一個馬上熱身的肌肉 而第二級 這個第二級 就是我們比賽的時候 當我們換了出來 但是我們也知道 稍後會有得下場 所以我們就會用第二級的速度 保持肌肉的熱 也有了放鬆 所以其實三個不同速度 都要用 而不是單單我們用死 最強最大力的那個就有用 而且記住 用按摩槍的時候 我們不是按下去的 雖然這次它會有一個指示燈 告訴你 你很用力 但其實你不是用死力 不是按下去 而是可以在上面走 這次因為它的力量強了的關係 所以我覺得最小的那個 震動其實也很強 我現在都覺得我的手 是 整隻手很鼻 因為震得很厲害 那就是它所說的穿透力 它這次的穿透力 的而且確實強了很多 在這個Hyperrise的APP裡面 其實它還可以看到 有不同的肌肉 例如我小腿很累 我就可以按小腿 然後可以找到不同的exercise 它也會馬上教你 會用什麼Hyperrise不同的工具 去放鬆你的肌肉 有按摩槍 也有按摩球 或者按摩滾軸 所以這次我認為 這支Hyperwork Plus 連接這個APP之後 它會令你放鬆的程序 也都更加全面 它會調整你怎麼放鬆 它會告訴你 它會幫你調整它的力度 所以我覺得這次的連動APP 是非常吸引的 這樣才真正可以用盡 你這支按摩槍 去放鬆你全身的肌肉 我不懂按摩都不要緊 只要我按 我想累的地方 它就會教你怎麼做 好像多了一個物理治療師 每一天在我家 打完球之後 就幫我放鬆 那這次Hyperwork Plus 還有什麼改進了呢 例如整支槍都是防滑的 當你怎樣拿的時候 都會更加就手 不太容易線手 亦都會有一些新的頭 傳統的圓形頭 叉頭就會變成兩個波形 另外有個子彈頭 比上一代多了一個 Cushion頭 我看過說明書 就說 它也是按摩骨落的時候 或者膝蓋的時候 我試一下打到膝蓋上 都很舒服 它這個Cushion頭 是一個軟的頭 就是它可以按下去 它會有一個緩衝的 所以其實這次我覺得 這支槍 真心覺得它好用了很多 第一代 我今天都得分 拿一支第一代出來玩 那我 那時候覺得 都沒有什麼感覺 是的 因為它是 你見到其實是吵很多 它這次就是改良了 它的穿透力 就是它說的 它說的穿透力 它順觀很快 但是它的力量不強 那這次這個 力量明顯強很多 更加地 整隻腳都舒服了很多 力量深入了很多 我們又搞斷購了 那這次真是一個快閃的組料優惠 那我們4號就會截單 因為這次這支槍 原價都不是便宜的 快閃組料優惠的話 都會有一個不錯的折扣 那大家可以去以下的連結去看一下 或者和訂購的 或者你都可以去我Facebook page 它都會有一個訂購的表格 當你在表格那裏填了資料的時候 我們再有專人去確認和WhatsApp 那我們4號就一定接單了 這次 所以如果大家對這支槍有興趣的話 真的要把握優惠 好啦 今天分享到這裏 完 1 1 3 3 3 4 3 3 4 3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